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伯芝是长得漂亮 甚至可以说不可方误 跟谢霆锋是曾经的金童玉女 张伯芝是单亲妈妈 对三个儿子尽责养育 喜欢孩子是她的标签 但是她读书不多 心机也不多 真的不太适合参与这种真人秀节目 她属于铁憨憨型的 需要什么样的节目 她不管行不行 都主动上 她唱跳水平所限 没人愿意跟她一组 她傻傻喊话纳英 想进纳英组 天不怕地不怕的纳英 竟然直接站在那里挠头 暗示她 你再想想 其实 关于节目上的故事 就不用多说了 两期她连累了好几个人 银河漫游指南里的一句话 飞翔需要一种技术 或者说一种诀窍 那就是把自己扔向地面 但又不会真的撞上 我想 张伯芝是在没有技术的情况下 把自己扔向了地面 她到底为什么要来节目呢 负责节目的霍文西不但是谢霆锋的经纪人 而且是香港金牌经纪人 也许她设想张伯芝参加 会带来活跃的话题度 张伯芝的颜值也是亮点 所以又挑选了王菲的闺蜜纳英 谢霆锋的好友荣祖儿一起配合这场大戏 若说张伯芝自己的意愿 应该也比较喜欢来节目 这一点从她的努力可以看到 虽然被吐槽 除了唱老歌《心语心愿》 就是一直在滑水的舞蹈动作 但是她挺开心 一个简单的姑娘 以为全世界都爱她 所以她也向全世界传达着她的善意 两期公演下来 很多比张伯芝优秀的姐姐都离开了 而张伯芝依然还在 她无法驾驭自己的命运 只能与她合作 并请求她 朝她自己引导的方向发展 像贺须里所言 我不是船长 只是她闹闹嚷嚷的乘客 虽然张伯芝还在名单里 但是真的替她感到茫然 她的几个重要话题会有答案吗 一 是否会跟谢霆锋复合 不能否认 在张伯芝最艰难的时刻 谢霆锋一直陪伴她 保护她 两人还有孩子 但是谢霆锋也不是三岁孩童 跟王妃的分分合合 相信都经过了仔细斟酌 谢霆锋夸赞 王妃是个很单纯的人 说只要在家 都会做东西给王妃吃 仅有的几次被拍到桶框 谢霆锋和王妃的画面 总是给人老夫老妻的感觉 所以让人觉得 成为过去式的事张博之 目前在谢霆锋心里 最认可的是王妃 二 三儿子的父亲是谁 其实 谢霆锋和谢贤都出来屁过摇 谢霆锋说 他只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按照谢霆锋的性格 如果孩子是他的 他一定会像华晨宇一样 选择承认 如果第三个儿子不是谢霆锋的 他又怎么会再回到张博之身边 重修就好 三 跟霍文西 纳英 荣祖儿的关系 霍文西是谢霆锋非常亲密的人 甚至有人说 霍文西非婚生女的父亲就是谢霆锋 纳英是王妃二十年的闺蜜和牌友 两人的关系 属于吵架都吵不散那种 荣祖儿从很小就认识谢霆锋 在演艺圈待了那么久 两人是非常好的异性朋友 张博之明白 霍文西负责节目 纳英是大姐大 荣祖儿是歌唱前辈 谁也不能得罪 从小就没有安全感 是张博之的致命伤 也是他拼命保护自己的原因 所以张博之还要在节目上继续待下去 至于会不会成团 那是考验导演组致力的问题 想起一句托马斯曼的话 当人们期待着一件好东西到来 它往往来得既迟缓又艰难 而且还附带着各种令人急不得 脑不得的细索麻烦的事 一切人们在幻想里 没有顾及到的现实的灰尘 还是祝福张博之在《浪姐2》玩得开心 求人得人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纳英主动邀请张博之进组 两人心心相惜 亲密拥抱 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二季正在热播 因为很多出乎意料的艺人同台 也令这一季的节目多了不少看点 最新一期节目预告中 二宫结束之后分组时 多次拒绝张博之的纳英 竟然主动伸出橄榄枝 邀请博之进组 二宫结束之后 首类组人气最高的三位姐姐 纳英 周比畅 荣祖儿 分别担任队长 唱跳能力炙弱的张博之 凭借高人气仍然坐稳守类组 前几次分组时 他多次提出想和纳英一组 都被对方拒绝 这次分组时 看得出他仍然痴心不改 却担心再被拒绝而不敢说话 表情十分为难 没想到的是 坐在上面的纳英 主动向张博之招手 一个来字 令张博之欣喜若狂 果断喊出 纳英姐三个字 他终于和自己心心念念的 纳姐同组了 张博之与情敌王妃 最好的闺蜜 纳英真诚拥抱 这一幕确实是很罕见吧 整个节目预告的时间很短 大概只有一分多钟 但纳英 张博之一组之后 有好几个同框的镜头 这是不是意味着 下一期节目中 两人可能形影不离 关系越来越融洽 吃饭的时候 也是挨着坐在一起 尽显姐妹情深 早在一宫结束的分组时 张博之就提出 想进纳英组 没想到的是 纳英挠了挠头后 婉转拒绝 你再想想吧 上一期节目中 张博之也提出 想要和纳姐同组 纳英直言 我想要陈子彤 我有目标的 张博之虽然遗憾 但仍笑着表示 她能理解 即便多次被拒绝 张博之依旧毫不掩饰 对纳英的喜爱 不但在某平台社交账号中 单方面关注纳英 还主动唱起 纳姐唱过的歌 出现又离开 高调示好纳英 事实上 张博之表面上大大咧咧 但看过姐姐2之后 才发现 她情商其实是很高的 和每个姐姐都相处得十分融洽 不争不抢 表现特别低调 即便多次因舞台滑水 登上热搜 却一点都不妨碍 她的网友喜爱度 支持她的人却越来越多 也有网友认为 纳英比较是月谈大姐大 人气也始终高居榜首 张博之在技术方面 则明显薄弱 他选择纳英组 既能让自己在舞台上走得更稳 还能保证话题度 因此 张博之才是真正的高情商 不妨碍